看起來這個8月份跟9月份 是國際政治上面的外交旺季 最主要就是說 馬上有一場這個9月份 現在離現在差不多 一個月多一點點的 就是新德里的G20峰會 這個G20峰會值得注意就是說 其實其他很多領袖區 大家也不會注意 最主要就是習近平跟拜登 在這個場合裡面 雙方是不是要有一場 習拜二次會 第二次 因為去年在巴黎島的時候 也是這個所謂的G20峰會 那個時候是 習拜第一次會議 那個會議談了三個小時 談出來雙方把這些 公佈的這些資料 顯然在那個時候 習近平跟拜登之間 達成很多共識 作為他兩邊的團隊 在今後 之後一年 整個工作的這個 所謂的方針都出來了 美國也一直拿這個會議的結論 希望中國大陸配合 中國大陸也用很多 來希望美國來配合 所以他們現在雙邊的關係 基本上就需要 雙邊的領導人來定調 所以一年之後 又有很多新的狀況 又有很多新的發展 所以美國可能期望非常的高 現在中國大陸就是因為 覺得美國是說一套做一套 見面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跟你談了最後 你承諾的還是怎麼樣 還是空話一句 所以現在美國一直非常非常 恢復這種雙方面的接觸 9月9號到10號新德里這場 集團體峰會 拜習會不會 會 然後會談些什麼 我想不僅是 以現在的國際情勢來講 不僅影響了大陸跟美國 本國內的政治的發展 而且會對國際政治發展 沒錯 產生很大衝擊 因為這是世界兩大 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如果說關係不墓的話 這次沒有見面 這個市場方面會有很多的謠言 對 這個市場是一個 非常負面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見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見是 機率是遠大於不見 可是這裡面 現在這些跡象可見 就雙方的外交接觸在積極進行 這次楊濤 是中國大陸外交部的 美大司司長 主管美國業務的一級主管 所以他是工作階層的 最高階層 那麼他去美國訪問 跟美國方面 這一次看起來 本來我們看到他見的人 都很關鍵 見了康達 美國國務院他的對口 還有美國國安會 這個叫柏蘭 也是他的對口 都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談 我覺得最談的最重要一件事 就是9月10號到12號 這一場雙方元首的會晤 雙方 這個要談些什麼 這個整個的議程 現在就要開始 雙方密切磋商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 因為美國的商務部長雷蒙多 在這個月 可能會去中國大陸 這個到去中國大陸 這個訪問也是很關鍵 接下來王毅會不會在8月去 這個都跟整個雙方 整個關係的氣氛好 還有雙方談的進度 有很密切的關聯 如果說8月中賴清德的過境 沒有引起很大的風波的話 在美中之間的話 造成很大的衝擊的話 事實上的話 雙方的互動還是會繼續下去 然後著眼於9月 這個席拜二次會 那習辦會之後 還有一場很重要的一個 美國人真的很期盼 習近平給面子的事情 就是在舊金山 有一場A派的峰會 這在11月的12號到18號 如果習近平抵制的話 這場峰會的話 事實上的話 就沒有什麼可看的了 這個對拜登來講是一個主場 他現在也要 想要營造一個氣氛 能夠到時候 讓習近平能夠到舊金山 跟他再會一次面 不過這裡面有一個很大關鍵 就是李家超的問題 如果美國不邀請李家超的話 可能是11月這份這個峰會 我想大概就沒有辦法 沒有錯 有關登月的這個計畫 中國大陸已經正式對外公布 要在2030年前 完成載人登月計畫 對 這已經是 這個新聞是5月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美方也證實了 也就是中國大陸這個航空 載人航空航天工程辦公室的副主任 叫林希強 他對外公布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正式的計畫 而且時程表很確定 其實美國在川普總統的時候 他做了兩件事 就是美國要重回太空 美國是回到地球 而且不只是回到地球 還要回到太空 所以他成立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太空軍 他把美國的軍事部門 原來主要在空軍的幾個單位 合成太空軍 那個我們過去就討論 但是明確違反國際工法 有關太空要 只能限定和平用途 這個基本原則 可是你知道川普基本上 他就是一個不講理的人 他成立一個軍種叫太空軍 就是跟國際工法挑戰 所以美國不遵守國際工法 由此可見 另外他也設立一個目標 美國也要儘快再次登月 可是他因為他這個登月計畫 那麼中間面臨很多問題 所以就是說到底什麼時候 可以完成美國再次登陸月球 因為我們知道上一次 登陸月球是1969年 阿波羅2號載著太空人 阿姆斯狀登月 那時候我還很小 可是那時候我們全台灣 大家都在看電視轉播 全台灣全世界都要看電視轉播 那個1969年 當時阿姆斯狀踏上月球 有一句名言 到現在我都還記著 他說是阿姆斯狀的一小步 可是是人類的一大步 全球轟動 美國那個時候也是 國勢如日中天 可是曾幾何時 他們現在又要重新 要恢復他過去那個光榮 可是為什麼 美國的這個過程中 大家都值得懷疑 因為美國的NASA 他必須要怎麼樣 他必須要靠國會給他撥款 他才能做長程計畫 可是美國國會 這個常常變來變去 他的計畫不是說 今天做了 明天就錢還繼續有 常常怎麼講 就是說變來變去 這跟中國大陸是不一樣 你看我們今天在2023年 那中國大陸就已經明確講 2030一些 那這個中間就表示說 他這個計畫是延續的 而且資金都會到位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大家這個時候 就是說對美國 和中國大陸的承諾來講的話 現在以中國大陸 跟美國體制相較的話 大家會比較相信 中國大陸 那麼是會比較按計畫 照張辦事的 到時美國這個東西 我們都不太敢確定 不過馬斯克這個 SpaceX這個計畫 其實象徵是六代 第六代的通訊 也就是G6的六代通訊 G6的六代通訊要通過什麼 通過低軌衛星 基本上就不需要靠我們 在我們現在 我們在到處都看什麼機台 機台發射中 手機機器台 它是在高點上來怎麼樣 讓我們的電波傳輸 將來這個G6 基本上是要靠什麼 低軌衛星 然後它的速度跟它的這個 速度跟它的這個 所謂它的這個 能量覆蓋面都大很多 又快又大 所以現在馬克斯要 馬斯克他這個東西 現在他已經發了 聽說有上萬發 他要發4萬顆 中國大陸也成立一個 民間的公司了 預計要發1萬顆 所以這種是重要的 關鍵基礎設施 中國大陸絕對不會用美國的 才一定要自己建立 沒錯 賴金德提升到 去城落地紐約 這不表示他跟蔡英文 同樣待遇 這個哈佛大學 這個也是亂講一通 小英還到洛杉磯 見了麥卡錫 賴金德現在是 不能安排自己的活動 就額外的見面 是不能安排的 而且紐約的僑宴 也不能公開 而且不只 蔡英文去紐約隔天早上 還跟幾位參眾議員吃飯 吃早餐 隔了四天之後公佈了照片 大家記不記得 他不能立即公佈照片 早餐會 他就去巴拉圭 然後到洛杉磯的時候 他公佈了一個照片 這個類似吃早餐的活動 賴金德搞不好也沒有 這怎麼會是同等待遇 我講白了 就是美國為什麼後來 還是讓他過進紐約 而不是邁阿密 因為你非力就是亂成一團 所以美國無論如何也要買個保險 萬一賴金德當選了 那我太虧待 你就是說是在野幫了他的忙嗎 當然是 我講白了 如果說菲律陣營是侯友宜 一馬當先 有一個民選的可以選上的人 賴金德可能就是邁阿密了 因為美國確實對他有意見 這也是 這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沒錯 這是事實 所以為什麼後來又傳出說 賴金德你的國安團隊 為什麼沒有蔡政府的人 因為蔡英文處理得不錯 你怎麼會處理成這樣 這個也是事實 就是他的國安幕僚 比如說他的演講如果涉及兩岸 你是不是先讓大家過目一下 顯然就是沒有 我的意思是進白宮那段說法 當然比如說 他到華爾街運作的那篇文章 那個又回到了蔡英文的基調 就簡單講他就是有點不穩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美國人 美國人很精明的 就是他跟蔡英文的區別 所以現在為什麼人家會流傳一句話 說賴金德到底是比較像 陳水扁還是蔡英文 我認為美國恐怕會有很多人認為 他比較像陳水扁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就是侯友宜跟柯文哲的機會 好機會 尤其是侯友宜 因為國民黨 我坦白講我認為 這次是國民黨罕見的好機會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相對友善 如果你這樣還搞得一塌糊塗 都不能整合 坦白說真的是歷史罪人 所以我們就看到 朱立倫也講那個話 我覺得 朱立倫講這個話也不一定能夠擋住 郭台銘 郭台銘事實上就是在看 看你侯友宜能夠高到哪裡 市長我覺得到 郭台銘真的很有可能在823做動作 因為他去美國的基調 你可以看到 蘭德公司還有到跟基因集見面 基調可能都是如何避戰 所以到金門再提出避戰的議題 理所當然 在那個地方表達自己的使命感 也理所當然 而且距離9月13號剛好 差不多三個禮拜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恐怕要去 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如何讓侯友宜 面對郭台銘這樣的一個 戰爭與和平的調子 讓你能夠迅速吸納他的內容 因為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一些 比如說賴清德過境美國的時候 你認為台海會不會有事 很難說 對 我認為恐怕很難沒有事 你到時候就會看到民進黨 動員所有的機構 對大陸提出批評 那個時候國民黨 要怎麼佔自己的立場 這個其實是滿關鍵的 因為大家會看到 郭台銘也是一樣 比如說8月15 16 很可能就台海有一些事 郭台銘就順這個事 823就宣佈參選 國民黨在這個過程中 要表達什麼立場 而且侯友宜運氣好 因為他去美國是最後一個 事讓他可以收幾大層你知道吧 柯文是不是說他要去第二次 第二次他搞不好比侯友宜早一點 我的意思就是說 反正之前事情國民黨很重要 你不能夠跟民進黨立場都一樣 人家就看不出你的區別性 國民黨並沒有搖擺 國民黨始終都是 從九二共識一路走來 中間雖然有人想要改變 但最後在國民黨內部的機制 運作底下也沒有改變過 所以始終國民黨的這些 相關的規定裡面 談到九二共識沒有改變 所以其實侯友宜剛開始有點 有點好像跟九二共識 不太願意談 最後他也談了 所以他加了一些附加條件 所以國民黨的立場沒有改變 也不會隨哪一個候選人而改變 我想是 這是國民黨一貫之 所以不用擔心 但是我們理解到說 美國其實不會太在意 台灣怎麼想 或者台灣內部誰選總統 真的不在意 因為我很多狀況的理解 他們對於台灣誰來訪問 他基本上就是照他 美國白宮在國會可以接受的 條件底下去做安排 然後賴清德就是一個 總統候選兼副總統 他照這個規格來設計 然後侯友宜就是約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其他人都照這個規格設計 他唯一會注意的就是說 大陸的反應 但是我的判斷是 大陸也不會有什麼反應 因為什麼 大陸忙著在進行 全世界的緩和攻勢 和平攻勢 對台灣他很多的言論 也相對趨於緩和 你說多幾架飛機在台灣繞一繞 沒有差別 所以不會有什麼動作 也不會有什麼發生 候選人之間 比如說那什麼市議員 有些人拿柯P做文章 他在這樣幫柯P拉國民黨選票 他說柯P是中國 柯P 柯P說我是默略 你說我是中國 要我選 當然這是市議員想要露出頭 露媒體 至於這個 我相信五指甲的判斷是對的 就是柯P上一次的KP秀 他的年輕人選票沒有大幅增加 可是他的老人的選票 年紀大選票比較不能接受 沒有錯 我們很多的50歲以上的人 對於一個總統秀歌藝 到目前為止 好像接受度不高 這個跟美國不太一樣 美國很喜歡總統表演小提琴 唱歌 跳舞 台灣好像年紀大一點 還不能接受 柯P是玩得有點太過閒進 所以他也曾經講說 老人掉了幾% 也是事實 看到影席要唱American Pie 越大塊 這個周一寇講這個不需要去 因為他的公信力不高 不需要去太關心 導致中美兩國的航母 當然還沒有辦法被印證 相關還是最好建立護欄比較好 因為竟然大陸全世界進行和平公式 美國也要跟大陸進行緩和的一個策略 因為大家都要選舉 選舉就要放假 吵架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台灣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烏克蘭 全世界都有這種擔憂 擔憂我們就要 我們要備戰 更要避戰 要避戰為主 避戰為福 那現在民進黨是備戰為主 避戰為福 就會造成什麼結果 變成民進黨就是一個好戰政黨 國民黨就或者是柯P民眾黨 就要辦一個避戰政黨 而且避戰根本就是美國的意思 因為透過AID處長孫小雄 在去年10月底就講了 他說避戰避免戰活 讓人民犧牲 這是所有正式決策責 基本責任 他講得過白了吧 所以民進黨就缺乏了避戰這一環 那整天備戰 國民黨是主張低調備戰 但是什麼 積極 避戰 低調備戰 這才是對的事情 那你現在整天敲鑼打鼓 我買多少武器 我積極備戰 你能看嗎 說去不科技嗎 除非美軍開了50萬人到台灣 然後死了20萬人 才有辦法把這個戰燈擋住 那不可怕你擋不住 所以最好不要發生戰爭 發生戰爭 台灣不像烏克蘭 比烏克蘭還要招 我們會斷電 我們會斷網 烏克蘭沒有 所以我想不通 民進黨怎麼走到這個路線 難怪人家對民進黨說 你沒辦法處理兩岸和平的問題 柯P為什麼能取得 因為柯P在城市論壇 對 在那個最嚴酷的民進黨的 薩法氣氛底下 他還是主張城市論壇 所以他今天建立這個信用度 不意外 我覺得沙烏地阿拉伯 召開這個會 這個 主要是在改進自己的國際形象 那當然大家都對了 俄武戰爭也該有一個 有一個 一個 我們也不要說結束了 自然有一個轉折點 轉折點 所以有42個國家來捧場這樣 中國大陸是派李輝 就是前一陣子去烏克蘭 去俄羅斯那位 然後帶一個團來參加 可是坦白說 這個 真正牽涉到俄烏之間的調停 你不可能是用這種大會來施壓 怎麼可能 你看具體發生 現在是在做些什麼事 比如說烏克蘭 他昨天還無人挺去撞黑海的軍艦 沒錯 無人機在打莫斯科對不對 俄羅斯揚言要用更重磅的武器 要去報復 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然後你開這個會 完全就是按照烏克蘭的方案 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只是弄出一個輿論而已 因為烏克蘭的 事實上我們在講談判要有進展 前提有兩種 第一個前提就是 雙方都打淚了 就覺得差不多了 我們該談了 這個我現在看不出來 第二個就是 至少雙方各提的方案有點焦急 目前都完全沒有焦急 你俄羅斯那個頓巴斯 沿著烏克蘭邊境的1000多公里 他已經做好了防禦攻勢 而且做得很徹底 就布滿了地雷陣幹嘛的 擺明他不要走 至少頓巴斯那兩個幫 他們也要走 他不會撤退 所以可談的 克里米亞也不可能跟你談 頓巴斯兩個幫也不跟你談 那就赫爾松 札波羅斯可以談 這個烏克蘭一定不會接受的 對不對 所以我坦白講 這個大概就是又是回到了 開會不足以解決真正的矛盾 我說實在 這樣有夠分量的國家願意進去折衝 然後折衝出一個 雙方可以討論的方案 你才會看到曙光 所以真正的有分量的國家 就是中國跟美國 美國可以影響烏克蘭 中國多少可以對俄羅斯說得上話 就是這樣 可是目前顯然不是這樣的局面 所以我沒有那麼樂觀 金融時報在講什麼 又新設工作組 我認為這個毫無用處 對 上面都沒在談 工作組什麼 因為布林肯最大的專長就是不斷的開會 然後沒有辦法解決這種問題 會而不議 意而不決 他就是這種人 這個距離我們以前所認知的 一些比較厲害的國務卿 我們且不要去類比到基辛吉那個級別 厲害的國務卿就是要解決問題 他跟蘇利文就是兩派 你連蘇利文都搞不定 他上次要去中和大陸 事實上就是去之前才臨時決定 對李尚福的制裁不要取消 結果他最希望能夠談的 就是軍方的國中管道要能夠恢復 根本沒有辦法談 最基本的都沒有辦法有共識 而且布林肯去中國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蘇利文還特別跑去日本 一個半白臉 一個半黑臉 那這樣怎麼搞 我覺得目前美國充滿了黑白臉的動作 所以傳達出來的訊息是混亂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就很難往前走 剛才正亮兄分析得非常好 就是俄乌戰爭 雙方變成 即使體力累了 心還沒累 所以繼續還在作戰鬥當中 父親也喊 說是對方不談 不是 可是就是說 歐洲累了 歐洲累了 所以歐洲就是找了丹麥 來辦一個峰會 希望塑造一個世界級的一個輿論 可是有做但是還沒有很成功 因為大家說中國沒有來參加 那你把這個最大的和平大使沒有找來 你能幹什麼呢 所以歐洲想一想 那我來煽動一下賤民 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小事 這個人講對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願意出錢 去提高自己的國際聲望 願意出錢 因為最重要他的角色跟丹麥 也更好一點 因為他沒有得罪俄羅斯 也沒有得罪烏克蘭 他兩邊統統好 所以他角色很好 那 那沙烏地阿拉伯出門 中國怎麼可能不去 中國無論如何流水席也要去做一下 所以中國一定會去 所以這一次的峰會會比上一次聲浪更大 也沒有錯 大家說要蓋國際法的中心原則 來討論俄羅斯戰爭問題 可是問題國際法三個原則互相矛盾 在這個案子裡面剛好卡到 第一個 組織領土完整 所以烏克蘭說我要把所有的舊額領土要回來 第二個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安全原則 你烏克蘭加入北約 那你 安不安全 當然對俄羅斯是個很大的威脅 所以你這個狀況怎麼辦 所以烏克蘭加入北約 這個可能會不會類似討論 第三個更麻煩一點 你烏克蘭有沒有對少數派進行迫害 就是烏東跟烏南的一些 講俄羅斯語的老百姓 有沒有進行迫害 你要怎麼處理 可能不是那麼簡單 說我要施行中央政府的權威 你們以前就專門在迫害人家 所以這三個國際法的原則 剛好在俄烏戰爭前後都發生了 所以各國的這些專家 就要上張腦筋 那的確 中國 美國是兩個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可是問題現在就是 美國有真的要鬆手嗎 這個可能還 是個問號 問號 很大的問號 德國 法國是的確已經累了 但是美國還不累 可能俄烏累了 可是問題美國不累 這是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傳證中國就是慢火慢蹲 他也不急 不累對不對 因為他做一個和平工作 是真的是要花一點時間 何況是在戰爭狀態底下的 和平工作更加的困難 金融時報說中美要設新工作組 工作組什麼時候是開始談的 就是巴黎島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跟拜登 談的時候就有工作組的問題 這一次的美國國務卿 我們布林肯去給大陸談的 也有談工作組的問題 所以 好吧 沒有以下也好 如果工作組能夠恢復 恢復工作的效率也是很好 我們不苛求太多了 沒有 沒有 他們 他們還是要管政府 他們不能不服從 不然會被處罰 有限制的 沒有 沒有 事實上比如說高通 高通是透過個案豁免 所以在去年都用個案豁免 然後豁免掉將近90% 可是他還是要循程序 他不能違法的 美國企業基本上是守法的 比如說英特爾雖然跟高通 還有NVIDIA去遊說商務部 可是據了解下禮拜就要公布了 就是對中國的進一步制裁 現在他講得很模糊 就是說不會溯及既往 也不是立即實施 可能從明年1月1號開始實施 現在趕快做 就來得起這個事嗎 就是不溯及既往 所以你現在布局我就不管了 還有第三個就是 具體的範圍基本上是 第一個一定要列管 列管就是說你投資了 中國哪些企業 你都要報資料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至於禁止項目 目前傳出來是說不會很多 主要就是人工智能量子計算 大概一些 他沒有明說 不過他說禁止範圍是有限的 這個就看他們怎麼去跟商務部去講 因為即使被禁止 事後搞不好也會有個案豁免 美國就是這麼有彈性的行政權 可是總之就是說他要知道 你那個資金去的 到底是去了哪些公司 美國商務部要做統籌 要了解這個中國各領域發展的狀況 那也許我會允許私募基金 各種投資公司去投資 可是我要知道具體投資在哪些公司 事實上投資中國的公司 英特爾是最早去的 而且有非常多家 他早就投資了 這個事實上是有利於 美國的高科技公司 了解中國現在的狀況 因為中國有很多公司還沒有上市 這個就好比中國大陸 也來投資矽谷一樣 我講的是VC 就是他要了解 美國高科技在進展的狀況 有一些公司也還沒有上市 可是這一塊 已經被川普打斷了 現在那個中俄的資金 已經不能夠投資 美國的矽谷的公司了 這已經被切掉了 也因為這樣導致美國的矽谷 大概少掉了30%的資金 你在裁員 可是這個是美國自己阻止的 中國並沒有阻止美國去投資 中國的高科技公司 可能會設限 比如說你不能當 超過百分之多少等等 可是中國大陸大概 只有比較機密的 比如說軍工 那不行 所以自駕沒關係 自駕 我坦白說 連那個我們說美國的右翼 認為最大的美奸就是馬斯克 就特斯拉的老闆 特斯拉的老闆 他還到中華大陸找了一個人 到北美當特斯拉的總裁 對不對 那個人也是中國人 這表示中華大陸的新人員汽車 已經做到相當的程度 自駕也發展到相當的程度 所以有一些領域 美國不得不跟他合作 比如說NVIDIA為什麼會想 去找一個大陸人 來當副總裁 對不對 小鵬汽車出身了 他就知道自駕這個東西 會用到圖形晶片 我要了解中國應用的狀況 特斯拉早就早了 早就早了 所以這個東西是這樣 就是坦白說我有一個發現 就是如果只要幾乎是同步 或沒有落差太遠的 中美兩國同時發展的 其實中國不一定輸美國 那是因為半導體這種東西 累積得太久了 中國大陸做夢也沒有想到 哪一天要來脫鉤 現在脫鉤 中國大陸大概忽略了 二 三十年有很多設備沒有投資 這次他就要吃大虧 如果是一起崛起的企業 其實他不一定輸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美國如果說為了他的科技政策 被這些水準極低的國會議員 來掌握 坦白講就是美國的不幸 我認為美國商務部還多少了解 可是美國國會真的就是一塌糊塗 尤其是那個中國小組那個召集員 那個高拉格一定就是一個科技的 這兩個字不能用 所以不好講 就一竅不通的人來主導 美國對中國的科技政策 這就是災難 的確 就會對於整個全球的半導體產業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美國自己要去拿捏 美國人才那麼多 然後你現在要讓國會 因為參議院前一陣也辦了聽證會 說美國你每一家大的投資公司 基金的公司 你們有投了多少錢去中國 他都要做調查 Facebook Meta 請CIA跟美國安全單位 退育的人員到他公司裡面服務 也不一定要把他認為是 CIA等人要操作臉書等等 但是在1950年代以來 已經好幾年了 美國CIA跟所有的情報單位 的確全力的在滲透美國所有的媒體 他們包括花錢收買編輯 收買記者 收買節目主持人 收買播報員 這是美國一個幾乎半公開的事 還有文化界 還有文化界 義文界的人士 因為他們需要做一種 塑形說對蘇聯的一個 冷戰時期的一種道德的制高點 然後讓所有的群眾支持他 順便打擊反對 美國執行冷戰政策的 義文界或者政治界的人士 不要講白了 在我想兩年前 美國國會通過5億的預算 美金說要對中國做負面形象作戰 也知道全世界收買記者 收買媒體 抹黑中國大陸 在歐洲很成功 在歐洲他們做得很成功 所以這個維基百科的三個 他當然會抱怨說CIA跟情報單位 找了一批人 什麼學生等等 整天在維基百科上面修改 這個修改那個亂寫一通 Facebook不可能離開CIA的控制 舉個例子 這個今年年初 我只寫了一個誰 俄乌戰爭裡面 民兵團體 我們現在只能講民兵團體 現在變兵變團體 瓦格納的戰機表 我把它類出來 他說違反社區守則 要三文 而且他主動幫忙三文 還有線流 我想說奇怪 瓦格納的戰機不能講是不是 所以覺得瓦格納的戰機 會影響民心士氣 可是我的用意很好 我請瓦格納到台灣 他來訓練我們軍隊 因為有戰機 有實戰 瓦格納的戰爭 俄乌每天都在打 不是瓦格納的戰機表 他打贏的是什麼項目 所以連戰友都不能講 表示說CIA 或者Facebook請了CIA的人 實在沒有那麼專業 不過不用去管他 我同意亮哥講 美國有幾個國會議員 說要限制美國投資中國大陸 其實很好 沒什麼不好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看表面上 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好像是中國賺很多 事實上在服務跟投資的逆差 美國賺更多好不好 你不要看看那個誰 那個巴菲特 光投資那個比亞迪 賺百倍 你到底去賺這麼大的錢 所以投資跟服務的貿易 美國是賺翻了 而且比他的貿易的順利差更多 至於這個自駕 自動駕駛就是一個 AI系統的一種 很特殊的AI系統的一種 中國大陸在這邊相對是很先進 所以美國公司在這邊挖人 也不是 一點都不意外 所以包括說Intel到美國 也到中國大陸去設什麼研發中心 也不意外 那個包括Microsoft 也在那邊設研發中心 包括蘋果都在那邊設研發中心 蘋果老闆自己講 沒有中國大陸這一批工程師 他們蘋果手機不可能這麼進步 這個就是一種 一種軟體這種規劃跟設計